做法简单,味道非常的鲜美 大家好,我是桑哥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上汤 娃娃菜 准备食材,娃娃菜三个 肉末,皮蛋,还有酸片 洗干净的娃娃菜,先把它切小 对半切开 娃娃菜切好,先把它焯一下水 水开,加入盐,油,倒入切好的娃娃菜 把它烫软就可以,倒出来备用 重新起锅烧油 油烧热,下酸片 炒酥香味,下肉末 皮蛋,稍微炒一会儿,加入开水 稍微煮一会儿,来调点味 鱼露,胡椒粉,再来点鸡粉 把娃娃菜回锅煮一下 菜下锅煮三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 娃娃菜口感经典 加上上汤的鲜味 这道菜新美又营养 好吃一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赞,拜拜